各位亲爱的牧者平安 如果你已经服侍了一段时间 应该就能知道 我所做的事 如果是神要完成的 他就会给我们相应的能力和报答 有好几次有人问我说 怎么会想到欧洲去开始一个华人神学院呢 真实的状况是 那个是神要做的 那个是神要做的 记得那段时间有这个意念进来 其实我们完全搞不清楚状况 那个时候只有一位同工和我一起去欧洲开创 没有钱 没有人 当然背后打的是 吴勇长老人才培育专户的名义 但当时我记得15个委员 大家都有自己的教会 都有自己的施工 没有人可以帮忙 甚至出点子都不可能 但他们全力支持 真正做就是我和一位弟兄到欧洲去开始 做所有的工作 但是神自己带院长来 神自己带老师来 甚至连钱都是有人自己拿来奉献的 神让我碰到肯奉献的人 一跟他分享 他就说我愿意奉献 其实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很稀奇的 我这一生当中需要用很多的钱 不是我自己的又是木来的 都是神感动我说你去找谁 或者说在某一个场合你说什么话 我初期的时候也到处找师资 但很奇怪 问一个有一个 他们都愿意来帮忙 后来很辛苦的找到了孝子 慢慢的也成立了董事会 回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 但是这并不奇怪吗 因为我所做的事 如果是神要完成的 他就会给我相应的能力和报答 建立尼西米施工 更是不可思议 2010年4月神感动我开始了 陪伴全职牧者的事工 我原先是希望 中我一生可以培养100个人 100个人 那就是10个牧者小组 没想到10年之内 我们已经开始了 14个全职牧者的小组 而且如果主许可 我还要继续活下去 如果我只要不增加小组 我自己带的 而由我所带领的人 去开新的小组 那么我专心照顾100个人 到现在只有10年 已经达到那个目标了 而且因为牧者有夫妇的 有配偶的都进来了 所以事实上我们照顾了 将近200个人 现在当然不止了 到现在没有固定的地方 没有充足的奉献 可是完全没有受到阻碍 都可以做下去 因此我所做的事 如果是神要完成的 祂就会给我相应的能力和报答 这是我的经验 我相信 这不是只有我的经验吧 你应该也有这个经验 但这几年我发现另外一件事 也是我常常跟我们 你心里牧者讲的 那就是神更精准的目的 是祂要借着我们的参与来 塑造我们 重点不在于那些工作 而在我们身上 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做工 不是我们在做神的工 如果问我 说你参与这两个神要做的事工 我有什么感触 我当然相信 因为是神的工作 我只是配合祂 所以就把能力也给我 金钱也给我 做我该做的事 可是我更知道一件事 是我年轻的时候不知道的 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因为担子是轻省的 容易负的 亲爱的牧者 你知道 不是你大发热心就能够完成神的工作 对吗 我们也曾经大发热心过 结果那件事不成 因为那不是神要做的 当你我知道 神呼召我们去 又给我们资源和能力的时候 是为了祂的工作 对吗 但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神的目的是在你跟我身上 而不是那个工作 求主帮助我们 这个观念我们要再三确定 在整个的服饰的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知道 我才是神的目的 我才是神的目的 我才是神的目的